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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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陽陪落下 金戈陪鐵馬 金戈陪鐵馬 我那愛恨陪年華 詞曲 李宗盛 月色陰枝涼 狼煙陰風沙 前世陰盡誰前傲 千年之下 輾轉繁華 此生為你放不下 思念如花 幾度冬霞 我願等候你臉下 千年之下 輾轉繁華 此生為你放不下 思念如花 幾度冬霞 我願等候你臉下 我等緣分的回答 大公子 大公子 賓客的禮單已經整理完畢 請大公子過目 何叔請點明白幾口 不用一一跟我細說的 有些冰殼的回禮 還需要大公子指示 什麼意思 這不過是一隻千年老神而已 雖然珍貴 也不至於讓何叔為難吧 這隻神是明夜鋒送的 郎族不是送了白虎嗎 這應該是明夜鋒 私下送給大公子的賀禮 他何時送來的 這個老奴也不清楚 剛才我在整理禮品的時候 在條案上發現了這隻錦盒 還有哪個 虎毛 這隻千年人参 是郎族不嫌山所纏聖物 不嫌山眾年積雪 物矮風雲瞬息萬變 就算郎族的大君想得到它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老奴聽聞 大君之子阿娜淮 對明夜鋒非常不滿 視其為眼中盯 郎族肃行善讓之禮 縱然是大君的兒子 也未必能成為下一任大君 他當然看不慣明夜鋒了 何叔 此物我從來沒有收到過 老奴明白 夫人 何叔剛才差人來說 大公子在書房處理事物 還請夫人稍候 嗯 侯爷平日也這麼忙嗎 大公子平日公務確實繁忙 經常整日待在書房 他 常忙於公務 不休息嗎 聽聞今日郎族前來挑釁 大公子心許事 還在為此事煩憂 他經常如此 大公子平日離岸時作息 近日事情較多 才會耽誤舊情 大公子不僅才情好 而且文武雙全 我們全夜城的姑娘 沒有一個是不仰慕大公子的 侯爷的世紀 我在遼東便要索爾文 像侯爷這樣 有擔當 又出身名門的公子 自當有許多姑娘仰慕才是 能嫁給大公子 夫人真是好福氣 晚夕 茶涼了 你先幫我絮上 帶侯爷回來有熱茶喝 是 夫人 是 你嗎 是 你嗎 如今我已加入侯府 我不想引來不必要的麻煩 你以後 別來找我了好不好 ก bless 你說 不能離開 照拜訪 你就給我了 所以請 dampeni 為何我認識 已 distinct hale 雲 如果眉錢 你 bung ifánd 好 和侯爺大師 一架 remarks 本侯的这杯喜酒 将军到底还是喝上了 千里迢迢来夜场 不就是为了喝侯爷的喜酒吗 将军既然喝完了这杯喜酒 就可以安然地离开大幽国了 幽国的酒太淡了 不如我们郎族的刚烈有劲 本侯却认为 大幽国的酒入口绵柔 厚劲却足 不像你们的酒 虽然刚烈 却不值收敛 侯爷 都是百里家的公子 百里家的二公子 和侯爷的性格 真是天壤之别 此话怎讲 在下出城之时 有幸见到了 百里二公子的武艺 连我侯府都敢闯 你坏了我的酒相 侯爷 打也打了 咱们回去吧 大喜的日子 不要弄得不开心 堂堂大幽国 不是最讲礼数的吗 二位公子 在这无人小巷 暗算使尘 怕是会丢了 皇族的体面 体面是跟人讲的 跟你 不需要 不需要 体面是不需要 你 你 皇爷 此番夜城之行 我收获颇多 一日得以见识到 百里家三位公子 各个英雄年少 我们郎族 是最重英雄 十英雄的 我们欢迎镇北侯 同时也欢迎三公子 凌叶峰一日之内 得以见识到 百里家三位公子 这是荣幸之至啊 我相信将军 断不会与我家的 小孩子计较 他不高兴 也是事出有意 谁让将军 你不请自来呢 他不高兴 那好无言 能与将军 对酒论英雄 你说我应不应该高兴 将军以身犯险 不会只是为了 与本侯独捉谈心吧 这一次 幸好阿纳怀 让我来侯爷婚礼上添乱 我们才有机会 在这儿喝酒 承蒙侯爷大度 没让阿纳怀的奸绩得逞 将军 贵族的内务 奔侯实在是不懂 好 那我们来讲讲 你懂的 今日之事真是太危险了 一想到当时皇帝就在侯府之内 艾家就心惊胆战 您不必后怕 百里侯府 岂是狼族随意可闯的 再说 不是还有洪一洪朔呢 那也不能这样贸然轻敌呀 真是胡闹 母后 儿臣身在侯府 自是处处都会被保护周全 而且 红朔还有那么好的骑射技术 今日之事 儿臣还得好好谢谢他们才是 好了好了 知道你仁厚 不过 你倒是提醒了艾家 红朔已弱冠之年 也该去戍边历练历练了 这红朔虽勉强算得上骁勇 但他毕竟年幼 心性浮躁 也还不够稳重 恐怕此时 贸然让他戍边 会烦惹母后失望 艾家是让他去历城 还有贺瑶在那儿坐镇哪 红朔不过是去掌掌见识 让他去历城 如此倒也甚好 对了 贺瑶与红朔也是旧时 他们俩自幼便在一起长大 看来 确实是朕多虑了 艾家知道你是担心他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吧 艾家今日又惊又怕 身子早乏了 快回去吧 儿臣告退 有点不疑 没想到 在这种声音 不疑 还是不疑 不疑 逼我 在这种声音 想让他们记起以前的事 看来并非一事 毕竟是已经尘封了千年的记忆 不必急于一事 要与尸首定会再去 他们恐怕需要帮助 此四人意志坚定 让他们相信有妖 须慢慢引导 再给你些灵力 日后定能派上用车 好 Zither Harp 侯爷乃是太子之后 现在郎族有人予以赫氏勾结 你和我 理应携手除害 为了保全大又安危 本将大胆猜测 侯爷一定 会不惜任何代价 郎族万骑将军 十四岁徒手猎雄 十八岁成为郎族第一勇士 二十岁官拜万骑 用了短短数年时间 就将已经分裂上百年的 郎族三十六部落 收服了大半 在本侯看来 将军不出五年 定可统一郎族 成为新的大军 将军如此骁勇幽默 何必找我这个 早已失去权力的 空壳王侯呢 最后有点 被波罗 避免 亏正很熟 川非兽 大学 Professori 你可不可以 多欣赏 请订阅 解军 作词 您是谁 好久不见了 你到底是谁 这府里戒备森严 你怎么进来的 我想去哪儿 谁拦得住我 难道春柳是被你杀害的 这府里的人 我想杀谁 就杀谁 好大的口气 你没事吧 别管我 快去追他 他就是那天行刺之人 快去 什么人 他就是假烦春柳之人 你究竟是何人 竟敢在我府中伤人 我要伤人 不需要理由 伤人 看他 知道 我 你看他 看你 他 看他 你 看他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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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究竟是什么 传卧府到底有何用意 用意 这还不明显吗 杀了 想杀我们三哥 想的没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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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快追 走 这是什么五谷之术 如此蹊跷 今天晚上我来守夜 今晚发生的事情 不许跟任何人提起 是 你去安排一下 何叔 把红衣送回房间 是 二小姐 你没事吧 都过去了 陛下 夜深了 是否更衣就寝 朕还有钥匙处理 让他们下去 你们两个先退下吧 是 你也下去了 是 陛下 你我是血脉之亲 陛下才是 白礼师的政统 微臣 定会辅佐陛下亲政 陛下也一定可以 担此大任 拜见太后 都是一家人 你们夫妇就不要见外了 快起来吧 谢太后 谢太后 看到你们二人 抗力情深 祖母也就放心了 你们二人的婚事 祖母办得仓促 各方都简单了些 敬阳 知书达理 温婉贤淑 是万里挑一的女子 此等贤妻 能入我百里市 是我百里之福 红轩 在 敬阳在辽东部 无依无靠 身世可怜 哀家将他嫁于你 希望你世事 能护他周全 另外 你们也不必听从 那朝中上下的 闲杂议论 我们才是一家人 红轩明白 是 太后 多谢皇祖母 赐红轩美好姻缘 既是好姻缘 那红轩定要加紧努力 为我们百里家 开枝散叶才好 孙儿 谨遵皇祖母教诲 好了 好了 最近 宫里倒了一批 新进贡的皮草 这天 转眼就要凉了 静阳 不如给府里的弟妹们 选块料子 制备冬衣吧 红瘦 都喜欢素雅的款式 至于我的 夫人决定就好 来人 在 带静阳公主 去偏厅选料子 是 谢太后 百里红叶 这都正午了 还不赶紧练功啊 干吗 干吗呢你这是 练功 练功 你这低着头闭着眼 练的什么功啊 内功 行了 这只是福尚不太平 大哥交代了 要我们秦宇练功 起来吧 你别动我 你烦不烦啊 大哥人呢 跟新嫂子进宫了 大哥不在 你叫我干什么呀 大哥不在就不用练功了呀 赶紧练吧 没能刺客来的你又打不过 练完功我们就可以吃饭了 是 是 是 就你最厉害 你昨天看见没有 那个公主不就是被刺客碰了 你看那公主脸绿的 胆子那么小 根本就配不上大哥 是不是 站住 你是谁 这还不明显吗 杀了你们 我问你话呢 现在回想一下 昨天那个刺客 真是好生气惯 尸首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世界这么大 什么旁门走到没有啊 有什么好奇怪 而且 我昨天会去找你 并不是偶然 而是有人刻意引我去那 谁啊 一个身穿白衣飘忽不定的人 我没能跟上他 我没能跟上他 那个女刺客 她身上的伤口 马上就能愈合不见 实在非必寻常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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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别瞎想了 不管什么问题 只要我们三兄弟在 就肯定都能迎人二姐 走吧 走去哪儿 吃饭啊 新婚第二日 就被叫进宫 陪我这个老太婆聊天 怕是爱着你们夫妻恩爱了吧 带新席见祖母 这是礼数 红轩 多谢皇祖母辞婚 你来的也正是时候 近日来报 军情紧急 爱家辗转反侧 军情 昨日历程来报 又有些不太平了 红轩 虽然你正新婚艳儿 但国家大事 也得镇北侯多费心啊 太后放心 为保立成 臣当尽心尽力 立成北林郎族 东街辽东 若是立成生变 恐怕我整个大幽国 都会受到莫大的影响 左右成军建议 在立成加固防御 派得力之人驻守 太后的意思是 朕北侯无须多言 朕已经册封百里红朔 为左旗统领 朕守立成 刻意出发 参见陛下 儿臣叩见母后 免礼 快坐吧 谢母后 此次 去立成 修筑宫室 见巡查 边境筑房一事 就由百里红朔 为左旗统领 协助镇守立成的 朕北大将军贺瑶 二人共同完成 陛下 红朔虽从小习武 但从未领军打仗 没有丝毫带兵的经验 立成乃我国北京 最重要的城池 防务绝对不容有失 微臣认为 红朔的能力 难以担此重任 恳求陛下收回成命 派微臣前往 定能保立成安全 红轩 你刚刚大婚 便去戍边 那叫外人 怎么看我这个太后 夜城坊间 诋毁我们 祖孙感情的流言四起 此时我们也该 多加注意才是 皇祖母所言甚是 只是红朔 终日在夜城嬉闹 陛下也是知道此事的 让红朔去戍边 微臣实在是不放心 红轩 朕这个三侄儿 贪玩是贪玩 可他也是个 习武的好手 况且此事 太后已经安排妥大 立成还有朕的表哥 朕北大将军 贺瑶作朕 派红朔过去 只是协助而已 他只管修筑公事 巡查边境 根本不会跟郎族 兵戎相见 圣旨已经拟好了 此事 就这么办了 臣 领旨 红朔既然要去立成 那也得多制备一些东医玉寒才是 哀家要帮着晋阳去挑选挑选 你们疏职贵安吧 儿臣告退 微臣告退 我看太后啊 还真喜欢你 妾臣还担心 自己的出身会被太后嫌弃 失了侯爷的面子 你和太后也算是投缘 太后圣恩 想当日得知太后赐婚时 切身很是意外 意外 是 辽东地处偏僻 我家父兄又早亡 太后怜我 封我为公主 其实 我不过只是一个孤女罢了 大公子是偏偏公子 竟要哪里敢告盘 不论是在辽东 还是在夜城 世人都认为百里家的大公子 定会娶贺氏出身的女儿成婚 才算门当户对 娶妻求淑女 这是太后的原话 太后谬赞了 其实 太后让晋阳与侯爷成婚 晋阳全然不明就离 此来夜城 是与太后的第一次见面 既然你嫁给了我 你就是百里家的人 我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事 但你要记住 以后 凡事都要以侯府的利益为先 切身明白 我百里红轩的妻子 宁可自损 也绝不可以伤害侯府的一分一好 若某日需要为侯府牺牲 便是老天对晋阳最大的成全 请侯爷放心 那你有没有什么事瞒着我 有还是没有 没有 静阳只愿做个好妻子 请侯爷务必相信我 我没有不相信 大公子 叫洪朔去书房 是 夫人 夫人 将军 夜城之行顺利完成 不过说实话 我真想再教训教训 百里家那两个无理的臭小子 这里看起了一片祥和 和诗泽 背后藏进了阴谋诡计 你我这几日在夜城逗留 只当小气 一定要低调行事 这里毕竟是幽国的土地 切莫多生事端 等回到书池 向大军复命之后 像这种太平的日子 也没有几天了 阿纳怀在背后蛊惑大军 为让我来历城送这个礼 事办好了 是我万七将军该做的 事办不好 郑重他的下怀 那天我吓唬白里二公子的话 就是我现在的处境 瞧起郎族和幽国的事端 这个黑锅 任谁也背不起 更何况和女人动手 那岂不是侮辱了 我们勇士的荣誉 她 她是女人 是燕西 浩阳历 应提明空 祸乱还语 将军 没事 我们走吧 大哥 进来 把门关上 府里出什么事了 这么紧张 陛下派你去书边 圣旨到了吗 到了 你在担心这个 让你去书边 还洗皮笑脸的 大哥不也是这个年纪 去书边的吗 更何况 百里家的男 一定要参举 且要立下斩功 唯有这样 才能在朝堂上立足 父王说的 你还真以为 这是在给你机会 让你去建功立业的 我当然没这么天真 不过呢 事在人为 大幽国的男儿 谁人不想跟郎族交战 郎族犯我大幽多年 是时候给他们点教训了 小撮留民自扰而已 我料他郎族 也不敢贸然全军压境 那大哥在担心什么 此次前往历城 最大的敌人不是郎族 是赫氏 赫氏 赫瑶 他能奈我何 贺瑶只不过 有一介莽夫之友 他呀 在夜城时 就是我的手下败将 整日 只值吃喝玩乐 从小到大 在他身上 我从未看到过 将才之气 你别小看了这个贺瑶 你们已不是总角之交 切不可掉以轻心 在历城根植多年 他已今非昔比 太后的意思是 诸位大臣都觉得 洪朔是不错的人选 三弟 从未驻守过边关 对于修建防御攻势 更是一窍不通 若是派他去 怕是反而会耽误攻城 正是没有做过 于洪朔来说 才是一个 很好的锻炼机会 可是洪朔 在夜城 吊儿郎当惯了 况且年纪尚小 孙儿认为 毕竟这是百里的江山 身为百里家的子孙 理应去边城 好好历练一番 去历城还有贺瑶 能护他周全 你去了历城 不必在夜城 定要收起你的工资脾气 做好本分 凡事当人则任 不当人也要人 知道了大哥 此物是外邦部落的秘传 以水为末 干透了以后 没有任何的刺激 需要用特殊的办法 才能让自己重现 据了历城 你就以此物 与我书信联系 以确保安全 无论大小事物 都不可擅作主张 还有 军中人多眼杂 亲疏难分 记住了 不能相信任何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乘飘一曲牵挂 乘飘一曲牵挂 夜蓝叹息 旧心何方 梦里有你在身旁 遇见才知流年匆忙 用余生来记录你的模样 用余生来记录你的模样 哪怕繁华铺满正座山岛 夜里为留你的印象 夜里为留你的印象 瘾绝 夜色瘟络 夜色浓络 煮火微亮 描绘你的目光 描绘你的目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